溫馨五月新庄国小 特别在新庄文艺中心 举办第24届关怀与感恩音乐会 本次音乐会以悠扬 乐响宴 感恩传心情为主轴 社长张新武以及特别来宾 新北市议员戴湘怡 还特别准备许久 跟着孩子一同上台演出 要感谢一直以来 支持跟协助新庄国小 管弦乐团的社会歌界 新庄国小受到很多人的照顾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 在五月的时候举办 感恩关怀音乐会 藉由孩子的音乐会表演 来代表我们感恩的心 谢谢所有照顾 以及支持我们新庄国小 所有孩子以及学校的所有的人 不光社会各界的支持跟协助 新庄国小管弦乐团 成立超过25年 校园浓厚乐风 更有赖于学校的家长会的 大力支持以及传承 家长会其实非常的热络 而且他们能够在很正向的引导 新进来的家长 他们对于学习音乐这块 有很正向的一个认知 新庄国小管弦乐团 也是学校人数最多的社团 管乐加弦乐团 约250人 且几乎每天都会练习 孩子可说是沉浸在音乐环境中长大 新庄国小的小朋友 他们天生比大部分我遇过的学校 都有更多的感性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大的优势 因为很好玩 很好玩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可以一直吹 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真的喔 你为什么喜欢来管乐社 他可以乐于好 学校管弦乐团的每日练习 加上家长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各项因素综合 让新庄国小在历年的许多音乐比赛 甚至全国赛 都拿下多次优等跟特优的好成绩 一直以来在老师 还有会员会 以及所有志工的支持下 新庄国小的管乐团 弦乐团十几年来 都拿到全国特优的好成绩 音乐比赛常胜军 新庄国小管弦乐团 在这场感恩音乐会当中 不仅展现出他们的专业 更要透过美妙乐生 感谢长期支持他们的社会各界 才能让新庄国小的乐生 持续催促下去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新庄采访报道